王春玉连长 几天以前我们还在一起开会 在他颠簿房间里面我们还在说 我们两个争论谁的家乡好 几天以后 他在第一线 亲敌现场亲敌爆破现场 直接被飞尸杂重 当场牺牲的 就活生生生 几天以后战友 说不见就不见了 再也见不到了 记忆最深刻的就是 看到和听到老战友 熟悉的老战友尤其是牺牲的时候 我想不光是对我 对所有在多苦线上劳力 都是如此 苦不怕 吸烟也不怕 就是战友们牺牲的 最难忘 人是躺下的路 路是竖起来的碑 事实上 在修建天山独虎公路的十年里 因雪崩 泥石流 他方等原因 共有两千多人受伤之惨 168名驻鹿官兵 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